此行是要找谁具有缓冲容易的性质 因此要找弱酸及其炎所组成的共生减对 或者是弱其炎及其炎所组成共和酸减对 我们先看A选项 A选项为促酸以及促酸 促酸跟促酸为共和酸减对 因此A选项就为缓冲容易 接下来我们再看B选项 B选项为弱酸促酸及轻氧化的混合E 两者不是共和酸减对 因此我们必须先写出 促酸及轻氧化钠的综合方程式 产生促酸钠 以及水 我们将我们用墨数来计算比较方便 反应前促酸的墨数为0.2乘100 轻氧化钠为0.1乘50 促酸钠为0 因此反应到最后 轻氧化钠消耗5为限量式计 促酸消耗5最后为15 最后容易胜氧化钠 因此第一选项为缓冲容易 然而对于C选项而言为 促酸钠 弱酸盐类 以及盐酸的混合E 因此 我们一样先写出 促酸钠 以及盐酸的综合方程式 一样 反应前 促酸钠的墨数为0.3乘上100毫默 盐酸墨数为0.1乘100毫默 促酸为0 因此反应到最后 盐酸为信仰式计 消耗石最后为0 促酸消耗 促酸的消耗石最后为20毫默 然而可生成促酸为10 10毫默 最后剩下为促酸钠 以及促酸 两者为公二圣警队 因此也是缓冲容易 然而对于诸选项而言 为弱减盐水 以及强酸 盐酸的混合液 因此一样 我们也先写出 安水以及盐酸的综合方程式 盐酸水 反中和之前 墨数为0.5乘上体积20毫升 盐酸墨数为0.5乘上10毫升 绿化鞍为0.5乘上体积20毫升 因此综合到最后 言算为相识计 消耗5最后为0 消耗5最后剩下15毫默 绿化鞍生成五合得到5毫默 最后剩下鞍以及绿化鞍 两者互为共恶酸减对 因此也是缓冲容易 最后我们再看一选项 一选项为绿化鞍 弱减的盐类 以及轻氧化那强减的混合液 因此我们一样 要先写出这两个的酸减中和方程式 绿化鞍加轻氧化那 会变成轻氧化鞍 以及绿化鞍绿化那 其中轻氧化鞍也就是 鞍水 因此等于鞍加上水 所以反应前 绿化鞍的末数为0.5乘上30 轻氧化那末数为0.5乘上10 氧化鞍为0 因此综合到最后 轻氧化那为限量世纪 消耗5最后为0 消耗5绿化鞍胜为10毫木耳 生成5 所以最后鞍水为5毫木耳 因为绿化鞍 鞍因此与鞍为共二双影队 因此1选项也视为缓冲容易 这些词 2 2 2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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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